下一个自然段开头七次 比这个第一层的境界 乘的第二个境界 降于党的七次 七次乘的境界是智取 这个取啊 这个按照朱熹的解释 这个取的意思叫一偏 所谓一偏就是指某一个方面 智成是把成达到一个极致 完善的状态 而智取是在某一个方面达到成 不是全部 不是人生的全面 这叫智取 说比这个智成低一个层面的这个成啊 就是七次智取 你在某一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成 这是第二个境界 也就是古人说的 贤人的境界 孔门七十二贤的境界 取之某一个方面 说你现在要让我这个 每天的所作所为 全都真诚无为 这太难了 做不到 是不是 喜而非得逼着我问他 穿这身衣裳好看不好看 这咋成啊 说实话影响夫妻关系 是不是 全做到做不到 但是首先大闲是追求在某一个方面做到成 某一个方面 不能全做到 你先追求在某一个方面做到成 那比方说我现在做生意的 我现在首先我就追求我对客户做到成 或者我先追求我对员工做到成 或者这都不是 那我先追求对朋友做到成 或者我先追求对家人做到成 这叫自取 在某一个方面能做到成 这也是很好的了 这是仅次于制成的 当然他没有第三个层面 就谈了这俩层面 所以古人说一个是圣人的境界 一个是贤人的境界 但如果你在某一个方面做到成 他会怎么样呢 或者说你在某一个方面做到了成 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他下面说的是这个问题 取能有成 在某一个方面你能够有成 做到成 成则行 就是需要你做到的 成则行则住 这是需要你做到的 如果你想在某一个方面做到成 成则行 你就要把它表现出来 行就是显现出来 你不管你追求在某个方面 哪个方面呢 你不管你追求在哪个方面达到成 你要想在这个方面达到成 你光说不行 你得表现出来 所以我现在我追求跟朋友之间做到成 那你首先你得表现出来 你光说不行啊 打电话跟朋友说好 他今天晚上六点半见啊 晚你七点才去 那这就不是成 那这么着你人际关系呢 肯定他会有问题 为啥人家跟你处啊 就心不安了 我们以前讲过 儒家修行追求什么 修己以安人 修己啊 自己为什么要修行呢 是以安人 为了让和你打交道的人 心里头安 那这个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你说我今天跟你约六点半 那我就是六点半到 甚至我早点到 守时 这就是成的表现 然后朋友们慢慢的就对你有一个信任度了 他跟你打交道 他非常安 你打电话告诉我 明天六点半到 他他心里都非常踏实 他六点半他肯定来 你要每次打电话说六点半到 晚你都是七点七点半才来 最后你再跟他说六点半来 他都不信了 他不信了 然后你再通知 夏威说 你从哪回来 我去接机啊 放心 没事晚不了 他心里在低 你说你晚不了 哪回你准时会啊 你为人 为到这个份上 你身边的人 对你能有信任感吗 他跟你打交道的时候 他心不安呢 他跟你打交道的时候 他心里不安 你说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他在那上 说包你身上 你靠谱吗 我还得琢磨个第二方案 对不对 他还得预备个预案 这事是交给你了 我还得再有个预案 我得有个别的方案 万一你是不突如了 我好 那时候还有人帮着我 把这事搞定 这就是明显 他跟你打交道 不安 如果你跟朋友接触 他对你都不能安心 对你没有信任度 你这个人脉 是不可能理顺的 所以儒家讲 修吉以安人 自己修行的目的是 让跟你打交道的人 心里头安 他跟你打交道 心里头安 你这人脉 才能理得顺 大家评价这人靠谱 就这么回事 而要想达到这一点 你首先要把你的成表现出来 成则行 把你的成形于外表 把你这个成表现出来 让人家感受到 这是你要做到的 你光说 我是最真正的 我对朋友最真正 晚你 明天你说好的 你就没来 哎呀 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这叫真诚啊 所以成必须行 这是你要做到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行则住 住是显住 发挥 发扬 是对行的一个递进 你要修这个成字 首先 你在某一个方面开始修这个成 不能达到制成 我们在某一个方面开始修这个成字 然后你得把你这个成字表现出来 让别人能够摸得着 看得见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要把你这种表现 让它越来越显著 越来越加强 就是一个扩大 一个增强版 最开始对朋友成 那一开始是小范围的 跟我最亲近这几个 我跟他是真诚无伪的 别人哪做不到 但慢慢的 你得把它扩大 向外扩 这叫行则住 第二步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表现出来这个成啊 加强扩大 这两个是你需要做和修的 第一步修成则行 第二步修行则住 后面说的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是你做到这两步之后能达到的效果 这一步 好